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 日本无条件投降 标志着二战的全面结束 对于哪一股力量 在日本投降中起决定性作用 各国史学家争议很大 在中美日俄的民间 这也是很有讨论度的一个话题 国内公知各种怪论甚嚣尘上 我记得以前中学历史课 老师专门讲解过这个话题 并且老师转述了民间大神总结出来的神奇观点 毛遂屈原苏武蒋干 有人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有人认为屈服于美国投放在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 有人认为苏联对日宣战 进入中国东北全歼日本王牌关东军 有人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正面战场抗战 记得当时课堂上 所有同学都为各种答案争执不下 最后老师的答案 符合经典教科书也有些或悉尼的味道 答案是共攻 日本投降是各方抗战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我背下了这答案 但幼小的心灵里还是有些自卑的 总觉得当时国民党正面战场 共产党敌后游击 能够做到让日军不安宁 国家不灭亡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最后的日军投降 还是原子弹和苏联陆军的威慑力起决定作用 直到我长大后 这些年也和不少朋友 包括美国日本俄国人探讨日本投降话题 我也接触了更多史料 才有了自己的一套分析思路 对于1945年拿股力量迫使日本投降 大陆台湾 俄国美国都有自己的史料记载 当然各方都会着重强调自己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要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先查查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记载的 他们到底为什么投降 能查到的较早主张日本投降的文献 在1945年初就有了 1945年2月 日本战时前首相禁卫 向天皇与战时内阁提交了禁卫上奏文 他在文中提到 国内的经济已经彻底崩盘 如果继续大战 国内底层民众无法承受会有赤化的危险 到时候国体动摇 禁卫曾经在30至40年代两次出任首相 对中国是战争派 他在任上和德国、意大利组成战争同盟 构建邪恶轴心 但是面对美国 首相禁卫是投降派 1940年至1941年一直主张和美国谈判 不和美国开战 只希望美国放弃南海的钳制力量 1941年 禁卫内阁谈判拿不下来 天皇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开战 禁卫内阁拒不执行 依旧寻求和美国和解 最后 日本军头东条英机 直接喊话 不执行对美开战 禁卫内阁就下台 禁卫内阁下台 东条英机作为军头一哥 兼任首相 标志着日军全民掌控以往由文官把持的内阁 因为禁卫是个对美投降派 所以他上一篇奏章提出投降 大多数人认为代表不了日本上层的主流观点 时间到了1945年6月 二战甲级战犯 1941年强推东条英机接任首相 好战派的代表人物 慕虎姓一向天皇与内阁提交了控制危机局势的计划草案 慕虎姓一和禁卫可不一样 禁卫是一个下台首相 上一个奏本只能算是影响力较大的民间议政 慕虎姓一是天皇和东条英机内阁的重要谋士 负责提出草案 内阁通过就按法律执行的 慕虎姓一在控制危机草案中明确写道 日本已经没有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了 这一论断被天皇御前会议的所有内阁与军方大臣所接受 所以1945年6月 日本高层已经做出了接受战败的决断 只是需要最后一战 既希望于给美英盟军造成重大伤亡 从而体面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至于日本军人对国际上高呼的一亿玉碎 本土决战都不过是和盟军讨价还价的砝码而已 日本当时的全国人口 不算战场死亡的刚好一亿 而作为狭长岛国 也根本没有本土决战的条件 日本已经在1945年6月决定投降 而当时的日本和苏联还保持着日苏友好中立条约 日本人觉得自己前几年遵守了这个条约 没有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 才让你们莫斯科保卫暂停了下来 现在我要投降了 你得还我个人情出面调停一下中日 美日战争 日本人一直等着苏联调停 可是等到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直接发布了波斯坦公告 中美英三国措辞严厉 不容商量地要求日本军人立刻放下武器投降 二战的实际对战情况 远比我们大家历史书上学到的复杂 大家一直以为 二战就是中美苏英法 作为正义一方 对抗德意日邪恶轴心三国 但是大家都没有疑问一下 中美苏是结盟的 那么为什么决定二战结束的波斯坦公告 居然没有苏联的身影呢 因为截止1945年7月26日 苏联和日本还没有相互宣战 中美英三国的波斯坦公告 对日本军人措辞严厉 可是公告在日本国体上面却避而不谈 让日本人展开了联想 一战的战败国 德国和普鲁士是被直接肢解的 所以日本一直不投降 就是因为战败国会被肢解 到时候南方流球 北方北海道肯定保不住 日本天皇也会被取缔 可是盟军的波斯坦公告居然对日本天皇与国体避而不谈 这让日本人觉得双方有巨大谈判空间 可以不予理会提高要价 关于中美英三方在波斯坦公告里 只要求军人投降 保住天皇国体的表述 一直有两种传闻 第一种是英国女王还在位 英国为了保留自己君主制的合法性 所以英国人留下日本天皇 这种说法有明显的漏洞 英国跟着美国都是二战胜利三巨头了 还需要用保住战败国皇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合法性 当时全球独立运动连萌芽都没有 根本没有反君主制的苗头 既然这种说法不靠谱 那恐怕另一种说法就是实锤 中美英三国讨论日本战后国体时 蒋介石提出保留天皇 只杀军阀的思想 这是中国古代帝王才有的战败清军策的思维 皇帝无辜 杀几千万中国人的侵略战争 只是军方几个头子的过错 难怪日本一大堆云孝子 敬奉蒋介石为神明 因为他确实帮助日本天皇保住了传承 也为日本凝聚了战后国魂 称为日本战后的救世主也不为过 说回到波茨坦公告 因为中美英只要求军人投降 不动国体的表述 让日本人觉得谈判空间很大 就决定漫天要价 根据国际惯例 交战双方 一方发出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 另外一方总要给个回复 立马投降 还是死战到底 日本国内预前会议僵持不下 最后决定摆出强硬姿态 让中美英降低投降条件 日本人的回复是 无视这个波茨坦公告 日本人自认为很聪明 我回复无视 既不能说我投降 也不能说我反对吧 你总要提出新条件来谈 可惜当时的盟军作战总部 缺乏精通日文的翻译人才 日文无视根据不同语境 可以翻译成藐视的意思 日本强硬藐视波茨坦公告 那就是拒不投降呗 于是 美国人在8月6日向日本广岛 扔下了一颗原子弹 巨大的蘑菇云 带走了广岛20万市民的生命 日本内阁震惊了 我还在等你提条件呢 你怎么就扔原子弹了呢 内阁与军部只能在天皇面前 在开狱前会议 原子弹虽然是美国第一时间搞出来的 但是日本海军和陆军在过去几年 也在做原子弹研究 所以他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很清楚 但是他们知道原子弹很难量产 日本军人想赌一赌 美国到底有多少原子弹 我们今时今日 研发了爆炸当量惊人的原子弹和氢弹之后 就把原子弹的威慑力想得过于恐怖了 实际上 在广岛被核爆之前 日本东京已经持续几年遭遇美军的战机轰炸了 东京大轰炸 虽然单颗炸弹和原子弹规模没法比 但实际上 东京大轰炸的惨烈与规模都超过广岛原子弹 日本人挺过了数轮东京大轰炸 所以 只要美国人原子弹不多 他们就不怕 广岛核爆之后 日本反应平弹 高层继续开会 协商投降条件 8月9日 斯大林官宣 苏联对日宣战 苏军装甲部队 南下中国东北与朝鲜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日本文官系统结合美国原子弹 瞬间耸了 要求直接投降 可是日本军方不同意 他们觉得他们无敌的陆军王牌 关东军 可以逆转战局 就在8月9日 苏军南下荡天 长期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了 而且美国放出消息 国内还有原子弹百枚 足可荡平日本所有城市 这一背景下 日本文官和军方只能在半夜凌晨 汇集到天皇寝宫开狱前会议 双方争执不休 最后向天皇撂挑子 臣子们没啥意见了 你天皇看着办吧 日本天皇被甩锅后 犹豫许久 最终做出了决断 日本天皇的决断 没有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但是战后 日本文官系统的多个回忆录 以及一些假急战犯的审判证词中 对当时天皇的决断都有描述 他们回忆说 天皇一直低着头 最后有些甘涩 但珍重地说 我针对世界的情势与国内的现状 进行相当的检讨后 我认为战争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在这次预前会议基础上 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宣言 向中美英苏四国投降 通过对日本整个投降过程的梳理 促使日本在8月15日这一天投降的 确实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以及苏军宣战 可从日本史料来看 这三件事也没有根本动摇日本高层的政见 日本实际上做出二战投降的决定 是在1945年2月至1945年6月 国内高层已经统一意见 日本无法继续维系战争了 是什么力量 让战场获胜的日本在1945年2月 就陷入战败国的崩溃边缘呢 我们要理解日本人1945年2月是如何败的 就要理解日本过去战争是如何胜利的 我们在提到日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多次发动战争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喜欢从武士道精神 从日本国民的好战性来研究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日本能够做到全民好战 还是在于每一场战争都让全民获得了莫大的好处 日本1880年 米价对比1878年 米价上涨70% 1890年日本出现粮荒 1891年 日本农业危机之后 仿制品业下滑到85% 1892年日本GDP负增长 这么大的经济危机 社会矛盾 日本已经就要崩盘了 那日本是如何熬过这个危机的呢 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 日本国家发行一亿多公债 筹集了两个多亿的军费和清朝打仗 清朝战场上明明没输 可是依旧答应日本的巨额赔款 并且割让了整个台湾给日本 这一下 日本全民乐疯了 打仗打不赢 清朝都送钱 那我们国内还不能疯狂印钞票吗 反正有清朝的赔款打底呀 于是日本疯狂印钞 促进民间借贷 工商业瞬间繁荣 工厂数量是战前好几倍 而且大清战败后 放开了本国 台湾 朝鲜的市场 日本的工业品有了倾销地 这么好的战争发财模式 怎么能够不复制呢 于是1904年 日本在国内又大范围发债 搞军备 准备打日俄战争 这场日俄战争 日本人确实打赢了 可是俄国人比满清要硬气多了 账打输了 就是不赔款 最多给你一些俄国在满洲的利益 再给你半个枯叶岛 就这样 日本为了打日俄战争 前后发了四轮公债 老百姓买了公债 然后日本没拿到钱 还要老百姓继续陪国家一起还外债 这时候 日本就民怨沸腾了 打赢了日俄战争的贵太郎内阁 被搞下台了 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的国民性了 打仗 是要搞钱的 打赢了 开疆拓土了 没拿到钱 一样下台 日本的战争让本国获利的模式 在1931年后再次上演 918事变之后 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 东北军撤入关内 日本人兵不屑任地得到了东北肥沃的土地 东北没有战争损失 日本人可以放心地在这里挖矿山 修铁路 这还是慢的 根据记载 918之后 日本在东北官方银行抢走金条16万斤 现大洋更是按逆来计算 如此小的军事损耗 如此巨大的战略基地 一个东北有两个日本本土这么大 所提供的战略资源 当然足够支撑日本打一场更大的仗 对东北的占领 让日本全民赚得盆满钵满 支持战争的声浪更高了 于是就有了1937年 日军全面侵华 日军三个月内确实攻占了华北 半年内拿下了上海和首都南京实现了战略意图 如果按照汪精卫他们的投降政策 一个伪政府帮助日本造血 使得日本的战争循环得以延续 日本就可以将这个战争获得收益大于支出的游戏一直玩下去 就像殖民战争时期的英国 正是有了对印度的征服才能够调集源源不断的资源 继续掠夺中国 日本如果能够拥有一个投降的中国 无论是像清朝一样掏空全国给赔款 还是像满洲一样做个顺民 让他能够稳定的回血 他就能拿下更大的战场 但是中国人 特别是敌后反抗力量 就是不投降 中国人不投降 并且在日本统治区持续用游击战 让它的损耗一直大于掠夺所得 这样日本越占领更多领土 越无法回血国内 而且把日本国内的经济彻底拖垮 到了1941年 日本从中国占领区掠夺的农产品 矿产资源越来越难 快速变现 变现的少量外汇 也很快就被美国的石油和钢铁给赚走了 所以1941年开始 日本在华就只能进入战略防御状态了 继续大战 继续死人 占领区游击队继续破坏 以战养战始终无法形成循环 没办法 日军只能1941年7月 进一步开拓东南亚战场 甚至和掐着它脖子的美国军队不断摩擦 所以说 是中国人的不投降 逼得日本维系不了战争 只能开发东南亚战场 并且最终与美国生死一战 等到1945年 美军攻入日本本土 战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这就是在硫磺岛上和美军势均力敌的日本吗 这就是无敌舰队与美军展开航空母舰大对决的日本吗 日本本土的经济早就被战争彻底拖垮了 国内民众真的到了啃树皮的程度 老百姓需要美军接济 日本被打的经济崩溃 当然不是美国两发原子弹导致的 而是前面和中国的消耗战 使得本国国民的日子过得比中国占领区的老百姓好不到哪里去 中国人不投降 不赔款 不让你以战养战 最终让日本1945年初就已经经济崩溃 无法维系战争国家的运转 那时候就注定除了投降 没有别的出路 对日战争中 蒋介石有反抗择三日亡国的论调 汪精卫也有曲线救国 大东亚共荣的理想 站在今天的历史上 去批驳他们不是蠢就是坏 显然有些脱离当时环境 其实他们并不蠢 当时汪精卫的投降政府里有不少著名学者以及国际留学精英 他们拥有深厚的近代史 西方工业史研究功底也具备博学中西的国际视野 他们分析中日战争 中国反抗亡国论的论据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第一 文明碾压论 当时日本经过工业化革命以工业文明降为打击民国的农业文明 第二 生产力决定论 当时日本人口虽然只有中国五分之一 但人均生产力已经碾压中国几十倍 第三 国防工业转化率 当时中国也有浅薄的轻工业基础 可是根本无法转化成军工产业 两国军工产业的对比比纯生产力差距更大 第四 民族性格决定成败 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忍辱负重 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是武士道 这些学者站在工业发展史 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角度 预判中国必败你能找到漏洞吗 可是这些学者 投降派 学贯中西的高等知识分子都没有能够救中国 他们这么先进的理论 放置世界皆准的真理 怎么在中日战争中翻了车呢 他们比起那个最终拯救中国的伟人 到底差在哪里 他们差了一本论持久战 缺乏站在中日两个民族5000年的底蕴 以及历史长河的角度 去看待日本这个钢铁强国 到底能够支撑多长时间 中日战争的结局 放到今天依旧引人深思 当一个科技金融军事各方面比我们强大许多的敌人 像我们宣战时 我们必然会被碾压吗 有可能会 如果你瞬间跪下 奉上你的所有 让他以你的资源与财富续命 他可以更加强大 更进一步碾压 但只要你不跪 一个依靠疯狂举债 勉强维系信誉维系战争的强权 你的不割地不赔款 让他无法以战养战的斗争方式 持之以恒的斗争下去 最终的胜负 躺下的日本已经告诉你答案 了解了这段历史 希望大家以后和朋友谈到二战是什么力量 导致日本投降时 可以挺直腰杆 对别人说 是中华人民的持久与不屈 战胜了一切来犯之敌